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排隊過海關 準備打擊出國 不過21號 卻有網友投文爆料 還秀出這張照片 發文幅圖 直見前排座位 幾乎座無虛席 網友拍下照片 揭露費金邊扳機爆滿 引來網友擔心 難道柬埔寨詐騙案件 又要捲土重來了嗎 從那邊住十幾年了 就沒看過治安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是屬於台商 我們也是要回去 拿來去去 要做商務的活動跟工作 所以目前這樣的狀況 應該是沒有了 強調工作往來很正常 副檢台商認為 不必過度緊張 看開數據來看 網友拍下的是 華航CI861班機 當天乘客數79人 最大載運量大約180人 騎士連一半都不到 而今年1月到2月20號 出入境都在6000人左右 至於23號上午 央班飛往柬埔寨 經邊的班機 旅客數總共190人 也沒有機艙滿載 航警說沒有異常狀況 航警局再次呼應 國人透過網路附境外求職時 應多方的謹慎求證 留意詐騙話術 及不合理的薪資待遇 澄清網路謠言 航警局強調 前往柬埔寨旅客數正常 也會重啟加強宣導模式 在國境之門 做好把關工作 近新聞 黃璇璇 楊壯廠 華洪傑 採訪報導 即可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